來 過來往上擠 彈上去 逆的平注意弧度 而且拉得很長 因為它這個想寫一個扁一點的字 這個整個送上去了 看起來就不要扁 倒 倒逆上去 往下來 拉出 抽尖 靠左邊 這邊很空 疏密做得很誇張 再來又開始 強烈的密度 組合出來的字 逆上去 扁接 逆上去 這個時候抽得好尖 有時候比較鈍的尖 有時候是真的非常尖 這樣就會產生差異 因為要尖的話看起來就刺 這它從下方 抽出 抽出 抽到還蠻尖的 直 直逆入 送出 乾脆這樣子最快 兩筆直接上來了 這樣最快 然後這裡覺得奇怪 這裡感覺有先做過這個筆畫 然後再出來 感覺是有分筆畫的感覺 因為它上面有斷 下面有斷 就覺得這裡要特地做了一個這個起筆動作 然後才接下來了 的感覺 乾 拉尖 左邊是一個部分 這一部分 要把它寫好 哎呀 這上面 差點忘了 筆順不是我這樣寫的 只是剛才真的是忘了 捏上來 滑過去 到後面的抽尖尖 它很喜歡那種抽尖尖 只是每次的抽尖尖 每次都會差一點點 不要每次抽出一樣的動作 這樣人家覺得你懶惰 每次只有那一招 所以它還是會拉得比較尖 拉得不太尖 甚至不拉出去 甚至鈍的尖 甚至是真的很利的尖 扯 都會有點不太一樣 像這個直畫 左邊右邊 角度長也都不太一樣 也 也是逆入平粗 到這裡 折進來 逆入 翻過來 逆入 翻過去 再接筆 接筆 接筆 以後才順勢拉出 從中間 抽尖 倒 倒這個 鋪開 再一次 鋪開 逆入平粗 拉尖 好 注意中間的間隙 中間間隙 基本上是一致 但是不是寬度一致 如果寬度太一致 也會讓人覺得說 好像電腦字一樣 拍得很整齊 這也不行 所以它的一致是 看起來一致 那真的用持續量 還是有點差異 這裡應該要是做一下再過來 加上粗的地方 然後才變細的抽出 再問一下 維持 一致 回頭 二致 錦 攻擊 抵抵抗 抵抗 我可以 抵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